人们都说兰州有三张名片 一条河 一碗面 还有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读者杂志 看我身后大楼上的读者二字 还有小蜜蜂的标志 大家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 创刊四十多年 这本杂志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也滋养了几代人的精神世界 杂志社门前的这条马路 同样也是以读者来命名的 叫做读者大道 足以见得读者在兰州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走进杂志社 去听一听兰州读者的故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随着高考恢复 国门打开 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 人们的求知欲望空前强烈 各种杂志应远而生 读者就是其中之一 创刊于1981年11月的读者杂志 最初的时候叫做读者文摘 1993年更名为读者 第一个看到的是81年创刊好 第一期 这就是我们的创刊号 其实之前我也看到了 有很多这个读者的读者都很好奇 这第一期封面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到底是谁 很多都猜像陈冲 但实际上呢 她是纳仁花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纳仁花女士来作为第一期封面的主人公呢 其实更多是选择这个照片的一种感觉 读者杂志的封面其实有一种整体的风格 简约纯净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 温馨 美好 给人希望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读者杂志在创办之处的定位 就是一份品位较高的综合性文摘杂志 依靠读者推荐稿件回馈读者 谁也没想到 创办于西北边陲的读者 很快就从众多的杂志中拖延而出 从2004年开始到2007年 读者的月发行数量达到了400万册以上 平均吸引数连续8年稳趋全国第一 成为中国和亚洲第一期刊 世界排名第四的期刊 像我手上拿的这是原刊吗 这是我们创刊号的原刊 总书记当时来的时候 就看了这本杂志 他拿着杂志说 我年轻的时候一直看读者 现在工作忙了 可选择的多了 我仍然在看 读者杂志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顺势而行 内容和形式也是与时俱进 不断精益求精 80年代的时候 更多的去刊登一些 国外的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 那么很多人看到了这个 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读者其实刊登了一系列可喝咖啡相关的文章 因为这是2005年刊登了这一篇之后 三年之后又刊登了一篇 我奋斗了18年不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 随后还有一篇文章说 其实不喝咖啡又何妨 这说明什么 就是读者我们关注的话题 一直是社会热议的话题 那么从喝咖啡这样简单的一件小事上 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个社会变迁 一直以来 读者杂志始终以宽容友善的温情慰藉人心 以优美灵动的文字尽润生命 深受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读者的喜爱 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据陈天主介绍 自创看以来 他们编辑部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 最多的一天收到过九麻大的信件 其实在这边我看到了这封信 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尊敬的李秀娟老师 李秀娟老师是 是我们的一位编辑 对 编辑 您好 很冒昧地给您写信 一是源于我是一名读者的粉丝 二是源于您是一名读书人 最主要的则是我已走投无路了 在服刑生涯中有过彷徨 有过疑惑 有过痛苦 甚至有过绝望 可每当自己走到 必须选择的十字路口时 都是书籍给了我启迪 给了我智慧 给了我勇气 读者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位复刑人员写的信 是的 是的 我们其实收到了不少 复刑人员给我们来的信 因为在他们人生灰暗的日子 读者是可以给人光的 这是我们读者最想做的事情 慰藉心灵 读者杂志能够赢得读者们的喜爱 离不开编辑们一直以来 对文章质量的罢空 陈天主说 每一期读者杂志 要刊登50多片文章 这50多片文章 使编辑们从三万多片稿件中 甄选而来 那像这些稿件的来源是从哪里呢 比如说图书 杂志 报纸 更多的是读者推荐来的稿件 读者也可以推荐他们比较喜欢的文章 我们读者杂志很重要的一点是 一稿三筹 三筹包括给作者一份稿筹 给原出版者一份稿筹 因为它是文摘 那么还给推荐者一份稿筹 对 文章选定之后 读者杂志的编辑人员 还要进行严格的校对 每期不少于13个教司 即使是其他杂志刊登过的文章 也要执行同样的规定 可以给大家念一句话 陪同的警察大哥 知道自己的同事没有大爱 因此松了一口气 其实在我们看来 这个是很通顺的一句话 但是在这边看到这个修改符号 是把因此删了 对 他觉得这样的是一个自然的过渡 任何多余的内容 我们都会把它去掉 其实这让我想到 为什么在上初中的时候 语文老师会推荐我们来读这个读者 说是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作文能力 那么我们知道 国家对于期刊的标准是 万分之二就合格 但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呢 是一定要控制在万分之零点五之内 如果你想达到优秀 那要万分之零点二五 即使是文摘杂志 我们都每一本杂志 都不少于十三个教词 这也就是读者如何锻造他的高品质 一篇篇手稿上 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标点符号 让我们看到了读者杂志 对文章的精雕细琢 对品质精以求精的追求 其实除了文章外 读者杂志的插图也是精以求精 而且全部都是原创 四十多年的时间 读者杂志积累了大量的原创插图 并且专门修建了一个插图艺术馆 看到都是杂志的插图吗 是的 是的 全部都是杂志的插图 都是黑白的 好像在杂志当中我没有看到过 这个是创刊早期的一些插图 所以说是黑白色的 比如说这幅您看 这幅作品是高燕老师的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高燕老师与另外一位非常擅长 与外国人物绘制的广西雷德祖 并称为南雷北雁 读者杂志每期有五十多篇文章 内容包罗万象 每篇文章所配插图的风格和内容 也完全不同 这幅作品的作者是张首逸老师 请您仔细观察一下 这次幅作品与别的作品 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因为它是剪影 而且再一个就是我们 从其他的作品当中 能够看到人物的轮廓 面部的一些五官 但是在这儿看不到 但是也能够看出来是谁 比如说这幅 大家应该一眼就看出来了 是鲁星先生 像下面这个 从他的衣衫还有破鞋 是孔一级 所以把这个人物的特征 都表现得很明显 是的 张首逸老师 也正因为绘制人物 不绘制五官 被人戏称为不要脸的画家 读者杂志邀请的插图师 很多都是国内知名的画家 即使不配文章 单独一张插图就是一件艺术品 当然并不是所有插图都是由知名画家创作 有时候也会根据文章内容 去选择风格合适的插图师 您仔细看一下这几幅作品 跟别的作品有哪个最特别的不一样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是这个纸张 你就可以透过去看到背面还有字 是的 您仔细看一下 这是画在哪里的呢 哈工大校医院 是的 那绘制这两幅作品的作者呢 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内科副主任医师 维尔乔先生 是一位医生 是的 是内科医生 所以他用这个应该是开药的 这个处方签 对 他绘制在他这个处方签上的 很有他个人的风格 比如说你看这穿着长袍的小人 就像是一个医生一样 还有这个文字 中国是医师文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郭晓晶说 也许很多时候 读者购买杂志阅读时 并不会特别地去关注插图 但是读者杂志 依然会用心地将每篇文章的插图 做到精益求精 此外 和读者杂志的文章一样 插图也是与时俱进 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边呢 就随着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 我们的插图艺术呢 也见走出了新的这个发展领域 那我们呢 也开辟了电脑绘制插图的 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发展 像这个电脑作画呢 是这些年才开始的吗 这些年才开始的 那我们刚刚您看到的那些作品呢 最早是黑白色的 那我们刚刚走过来 看到的这些彩色的插图 他们也是伴随了读者 一路从黑白单色 到现在的全彩的一个发展历程 也代替了我们对于文化的需求 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兰州基点新年的文化地域 让读者诞生在兰州 通过读者杂志 我们看到了兰州人 对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执着 以及精以求精的工匠精神 对于兰州而言 读者所代表的 原不止一份知名的杂志 更是一个文化地标 我们俩拥有的 那一种 是一种进行的